我们不是单纯的停扁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么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 主要是要挺各位朋友们 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 陈水扁前总统 还没有定罪之前 也没有符合羁押的要件 竟然被羁押了这么久 是整个司法系统 联合起来 欺误这些人 那么堂堂一个前总统 这个司法系统都有办法这样子 违法违宪的羁押他 那么我想在座每一个人 包括你跟我的人权一样不保 希望说我们全民来抵制 来推翻这个法院 这个司法院 徐水德讲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我们现在完全看得到 二十年的民主化 从以前总统到陈前总统 二十年的民主化 在马英九上来以后 全部被产出 马英九的老师 孔杰荣 孔教授 他哈佛大学出来的 然后现在在纽约大学 他怎么说 他说台湾的知识分子 法学界的人士 如果不出来的话 台湾的司法就要完蛋 所以他要求大家speak up 让大家站出来 向这个 这马政府呛响 他说 如台湾的知识分子 可能还比不上中国的 中国还有威权律师 还有威权人士 他批评台湾这些人 你们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如果司法院长你不辞职 我们人民的力量 压迫你要你辞职 那一些大法官 你愿意站出来视线 而因为受到政治力的牵制 你没有办法完成 大法官的职责 你也可以辞职 如果你不辞职 我们人民会要你辞职 至于那一些 马英九英爪的大法官 老实说 我们看不起你 基本上我对中华民国 这个流氓政府的司法制度 是完全与否定 完全否定 早上我去地方法院抗争 才知道 地方法院里面有一件 检察官在审理 警察局移送的 我的集会游刑法的案子 所以 因为 我认为我不是中华民国管辖的 国民 我是台湾国国民 所以我是跟陈水扁现在立场一样 全盘否定 中华民国的司法抵制 如果没有司法人权 现在责备阿扁 过去做的不理想 让我们不满意 就私底下 庆幸说 把阿扁关在里面 是对阿扁的报复 这样子是不道德的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认为 所有台湾的知识分子 应该要 邏輯思考要清楚 优先顺序要摆对 我在法庭 听过四遍的旁听 就我说 优秘去说 表面前哭 他不知道在听不在听 我有一些记者会里面说 你整期打死刑 还是打武器刀刑 不要每天开庭 不是来开庭 来把他抹药去 这就是抹药都台湾人民 这不是抹药的阿扁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用行动 来对抗这个书法 不说的事情 书法界的精英 不知道说 台湾这个书法 才没说白 刚刚一个 八年的总统下任的人 就用这种的来抹药 好看的 我们普通辨识 在书法里面 不知道是怎么做 过去 国民党说 犯人应该开的 有钱打生 没有钱打死 这是 比较是实实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人民的社員会在那里 但如果要找到一个 阿扁又一个书法 共同的抹药 来对抗就没有 公平的这个 反应 所以说 在这里 就有这个机会 活跃台湾 你们是不是台湾人 你们如果是台湾人 要为这个台湾这个土地 公平正义来发生 我的三大信仰 关于贬案的部分 那就是 无罪推定 程序正义 还有蓝绿要单一标准 无罪推定 程序正义 蓝绿要单一标准 我们要证告 马英九政府 把司法人权 还给 陈水扁总统 把就职权 还给 陈信宇小姐 把就学权 还给 陈信宇的孩子们 今天因为 司法不公 明显服务单一的政党 造成台湾人民的恐慌 所以 我最后一个诉求就是 请把 免于恐惧的自由 还给台湾人民